疫情爆發後 機場再沒出現 這樣人擠人的榮景 如今疫情趨緩 九月中心優先鬆綁 香烏克來臺 旅行業者卻還吃不到 旅行業者抱怨 交通部的六十億補助 只給航空業和運輸業 卻漏了旅行業 就怕會撐不下去 喊話希望團客 也可以跟著商務客 一起開放 國人躍躍欲試 但不論是國外 當地疫情狀況 國內疫苗施打 以及國際疫苗覆蓋率等等 都是民眾參考指標 交通部還是相對保守 希望分階段 商務先行 旅遊在後 國際跨境旅遊是否跟上 時間和類型 還要再跟指揮中心討論 三十四郭綺旋群 清早報導